看拉招 党对我恩众如山 God bless America 那现在的情况是拜登已经发表了adress演讲 他说了 We are going to win this race 他即将获胜 他没有说already 已经他其实是想为自己后面执政 有营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免得跟川普再继续争 他觉得他的胜伤已经是很大了 没必要这样做 应该是这样的 那 我们这集啊 说一下美国可能走向中国 这个问题 然后也说一下 美国是不是有可能会秋后算账 就是对川普这边 以及他身边的余裔一些人 那我们先说 先介绍一个成语叫屡教不改 什么意思呢 就吕老师说的话呀 没人听 是吧 这当然开玩笑了 就是我之前对这个拜登将获胜 我说他是必胜 有没有哪个自媒体敢这么说 是不是就仅此我一家 我说的拜登必胜就写在标题里 对不对 而且我是从国际局势的方面 有理有据的说 我能够自洽 而且我落脚点就是中美会走向对方 这是我们今天说的其中的一个重点 还有一个就是底层跟精英的关系 那精英阶层他实际上他是有手段 如果说他真的能捕捉到社会趋势 他应该可以把握得住 那这个底层跟精英这个角度 我们前面也说过了 是吧 我所以说我说这个问题拜登获胜 不是说这个水口这么一说 是有理有据的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说我另一个之前的这个 这个注脚论据 就是中美将会走向对方 因为这个民主党他是偏左的 包括拜登他竞选的时候很多策略 比如说对富人收税 很多这个策略 包括原来那个桑德斯 他更加的这个叫什么社会主义 更加社会主义 他说了这一套东西 当然最后没有选他 因为他实在太左了 所以选了这个拜登 他应该可以偏左一点 这个方向走一点 因为现在这个情况是什么 中美在斗争将会有几十年的斗争 这是我们的这个判断 几十年的斗争 你要做一个很好的布局 而过去几十年 美国一直以来是偏右 就是也许是有这个民主党上台 但是整个社会特别偏右 就是叫什么 社会达尔文主义 有的观众批评我 过于讲究竞争的 但这个的话 我觉得是对于中国来说 可能他要走向于美国 特别是现在的话 比较讲究照顾穷人 但很多地方 我觉得有些地方已经照顾的 多过多了一点 但是美国不是照顾穷人 对穷人的这个照顾 确实是太少了 这些资本家的 确实应该受到限制 就我说中国应该给资本家 甚至是一些政治地位 但是我们要限制美国资本家 他们在政治里的地位 对不对 这就叫中美走向对方 这个是我天天说的 我做节目天天说的 是不是这样 就是这么说的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 美国的这个拜登的这个当选 会在很多方向上 会向中国靠拢 会越来越像社会主义 所以我说这个拜登 大家也知道他是有这个苗头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 没必要真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 你们把国家搞好不就挺好 对不对 这其中这也是一种解决方案 对不对 抛弃应识形态的一种解决方案 不能太教条了 当然很多官方就说 我支持拜登 很多人就说你就是在帮共产党说话 我不知道从何谈起 怎么就是我觉得拜登更能制衡中国 更能打压中国 这个我之前就说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美走向对方 美国现在已经做出来了 比如说拜登 我前面一集说了 拜登一旦宣布胜利当选之后 口罩逼狼被抢 就是拜登的这个抗议的措施 跟川普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一点就已经走向中国了 对不对 是不是跟中国一样 很像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就已经是一个很重大的改变 果然我说他要 可能美国要抢口罩 他马上发表这个演说 他就说了 美国现在是每天12万里 已经是第二天12万里 我刚看的新闻 然后拜登他的演讲的时候 他说可能会超过20万里 当然他稍微有点夸大其词 你看如果没有我 我现在先把20说到 如果说我看一座了 应该20很难 比现在12大多了 是不是本来就应该就很难 比较难达到 他只要做一些措施 戴口罩什么的 可能就可以降下来 所以第一个小小的改变 然后又容易操作的 就是这 就是很明显 然后还有其他方向 也会有很多的变化 比如我们说税收的改变 包括贸易的问题 这些都会有变化 但是这里我们就说 另一个大的这个方向 就是第二点这个问题 除了说走向对方 走向对方 我再补充一点 如果美国真的走向中国 能走的比较好 那中国怎么办 对吧 马云刚刚被打压了一波 他杠杆势比较高 是有问题 那你之前不是审批了吗 以至于市场上各种传闻说 就是国内他实际上 就把钱搞进来 搞的蚂蚁 反正最近半年一年两年上不了市 反正让你先搞 然后再整顿你再上不了 就搞成这个样子 如果排除这种说法的话 那你之前为什么批准 批准了之后 你又这样做 国内的资本家就很受打压 有一些人就会比较有怨气 特别是资本家发育程度比较好的 浙江广东地区 他就会觉得心里比较压抑 对不对 那我们美国将要限制资本家 将要限制有钱人的时候 中国是不是应该给有钱人 给资本家以更多的权利呢 是不是说可以考虑往这个方向走 要不然的话美国再进步呀 那中国怎么办呢 因为我们知道国内的话 可能Mr. 习可能还会执政蛮长时间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有些地方也要考虑调整 那有些这个国内的政策学者 现在一面倒的只会说好话 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说我们 你要有一点点批评的声音呢 我说批评不是那种 有朋友跟我说马前卒 不是说你这个通商线说一下 这个问题太小了 对不对 当然这个也有批评也不错啊 但是也要有其他方向的 大方向是不是说有些地方也要有人说一说 好这个我们就第一点说中美走向对方 这个是一个我之前的一个注脚 以及这个拜登将会落实走向中国的这些方面 从疫情开始 我们第二点说这个秋后算战的问题 就是美国这个大选应该说是君子之争 一般来说不会去深究没选上的人 我们没见到被美选上的人被落井下石被砸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这只是总统他自己以及他的家人没有被清算 那他所在的政党以及他身边家族的这些 围绕他这个家族身边的财阀 以及很多的这个文光体系也有一部分人是拥有这个党派的 这一小部分的有不多 比如说副总统就是就是什么 那你肯定要下了 对不对 彭斯肯定是要下台的 是不是 那你这个彭斯你做副总统能量肯定也是比较强的 那之后呢 是不是那国务卿呢 国务卿会不会考虑换呢 要不要考虑呢 那这些问题都是都是有可能的要被要被策划的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分析重点 我想分析的就是其实围绕他这个周边周围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刺头 可能要被清算 比如说这个班农 班农本来是这个帝斯嘛 本来是他的首席策略官 就是帮川普赢得竞选的 但是后来最后在17年的时候 其实他就发表了种族主义的这个言论 最后被踢出来 他跟拜登似乎后期的关系也不好 或者说他故意放出来的 而川普自己本人呢 很多人说他这个我觉得至少重肯的讲 他至少有种族主义的倾向 至少有这样的倾向 就是在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 他揪问题的时候经常朝种族的方向上去走 比如说他就提过Chinese violence Chinese violence 你就说这是武汉violence 后面他也知道改过来 对不对 但是你一开始攻击的时候他就随口就来 Chinese violence 导致什么整个亚裔在美国就很受压抑 亚洲的就连日本跟韩国的走到美国街头 似乎经常都要被歧视 你说这不是搞得美国社会更乱吗 本来这个疫情就已经搞了这个黑人跟白人 黑人跟主流社会已经是斗争很激烈的 亚裔虽然说比例很小 肯定不到10% 那你这么搞 虽然说似乎是要甩锅给中国 你这就是上第一千只损八百 甚至还更厉害 因为这黑人问题还没解决呢 你们就把这个锅又甩到中国身上 然后而且直接用Chinese 整个东亚面孔都是一样的 他没有细细想过这些问题 那这些种族主义的这些文光里面 有相当部分人是这样想的 比如说班农可能就面临很大的问题 至少政治生命肯定是彻底终结了 就你要想调整美国的除了说疫情之外 这个美国现在的这个种族问题 那班农还能在政治台面上吗 肯定要彻底拿下来 那么围绕他的很多人当然也要下来 比如我们说郭文贵 现在我看到我已经有传言说郭文贵已经跑路了 已经离开美国了 当然这个传闻我们也不去理他 郭文贵也是昨日黄花了 那也是也是过时了 当然他也比较衰 一直很努力啊 一直很努力 一直想一直在想办法 但是这个走到哪这几年都不是特别顺啊 最常说中间搞出水花 但是没有那么顺利 就是班农啊 包括班农身边的人 包括这一系列的这种族主义者啊 冲着为美国社会好的角度来看 他应该是要被清算的 这个可能是很难避免 这是其中一个方向啊 就是我们说了加成啊 一部分的这文光体系 还有就是这个种族主义者 这些都会被清算 那说到这些清算啊 我们再想一下 川普在竞选的时候 谁最出力 谁最卖力 就是他身边的家人 那他的老婆 他的女儿 都特别的卖力 他的女婿都特别卖力 感觉这个共和党 其他的人似乎都声音不大啊 这个扭扭捏捏的 甚至有一些人还倒戈了 这为什么 谁受益大嘛 对不对 这是看受益情况 那当然身边的自己家人受益大 所以这个洗牌是很快的 一旦川普下来 好 我是不追究你 比如说以前是不是有偷税漏税 或者说这个避税 是不是说做的过了一点 可能就不会清算那么多 但是你川普集团以后想要更好的发展 估计难度会比他上台之前还要更大 因为你就不能做得太过了 然后你的很多的语意 像原来刚刚说的像班农 肯定不止班农他一个人 很多的也就渐渐离他而去 甚至现在说 就他现在可能败选之后 可能性极大之后 他身边的团队 很多人就慢慢的就离心了 就散了 那这些都是一种洗牌 这都是一种洗牌 但这种洗牌我觉得是蛮好的 就是本身是一股 它的强大能量迅速集结起来 然后把事情做完 把你承诺的事情 你能做多少做多少 是吧 实在做不出来 没办法不好意思 那么就被别人干下来了 干下来又重新聚一波 那这样利益洗牌是很快的 因为我们说利益一定要有洗牌 一定要有洗牌 为什么 这个世界最怕的就是好日子过久 好日子过久 为什么我经常我跟美国朋友聊天的时候 我就说有些地方 就是美国好日子过久 好日子过久 一个国家公司 躺在床上就想挣大钱 这个公司什么都不付出 都就想挣钱 这个国家也是这样 这是不可能不现实 所以洗牌有压力 大家才会努力的工作 对不对 一定要有压力才努力的工作 所以说是这样 但这我们反过来说一下中国的情况 这就是说 美国虽然说大选的时候乱归乱 现在非常的乱 但是仍然可以看到它的优势 就是洗牌的优势 四年一次 对不对 四年一次就是剧烈的这种洗牌 激烈的这种斗争 然后一部分人 你看川普家族我们说了 是不会 你是不会被投进监狱 应该还是君子之争 但是你的家族就 起来就不容易 但我们反观中国 中国我们之前说 我们说十年一次 对不对 其实是五年一选 但是一般为了这个 因为国家发展中国家 需要国策比较稳定 十年一换 基本上我们过去是差不多十年一换 江是十年十二年 军委是时间长一点 那湖是十年 可能还如果双弹军委 可能还要再短一点 真正十全的时间 甚至有说法是什么架空这些 但是十年吧 现在情况 是有好的地方 为什么 现在中美在斗争 必须要有一个稳得住情况 不能说过度的斗争 因为过度的斗争 你看如果说我们说有 比如说孙政才 或者说胡春华 之前路长了 路长了 这个时候的话 他的太子党跟在位的 以前的父子关系都会搞不好 为什么 你自己想搞好 你太子不想搞 你太子身边的人想不想搞 他都巴不得自己早点做大臣 对不对 所以他会怂恿太子 就是美国贸易上一打 那我们到底是妥协 还是跟他硬扛 跟他刚一下 那到时候 不管你当正能选什么政策 太子党 他一定跟你选相反的 你信不信 一定选相反的 哪怕是一个派系 哪怕是有血清关系 一定选相反 那声音就不一致 就拧不到一股神去了 所以说我觉得 超过十年 我觉得也可以理解 但是十年 十五年 十五年 但是我觉得时间特别特别长 就不是很好 特别特别长 不是很好 这可能说多了 但是我说的就是说什么呢 利益洗牌要有 但是好在一个什么呢 中国还是有利益洗牌的 比如说上一次 只要两个人能力差不多 一定要干倒一克 这个时候世界就是这样 一山不龙和虎 比如说这个伯 他下去了 那他的儿子现在在 应该是在美国这边 在北美这边 在这边 然后他的很多身边的人也都不在了 都要么在秦城 要么就这样的话 其实有做这个事情 但是现在稳定的时间也比较长了 已经八年过去了 但是就现在情况是很复杂的 也不能说什么情况是好 什么情况是不好 因为中美关系确实特别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 这个时候如果政治环境不稳定 是很危险的 很容易被美国逐个击破 因为我们看到美国为什么对中国施压没有成功 就是因为中国对美国逐个击破 对不对 华尔街跟你的文官体系 就跟建制派 跟军方就不是一个套路 跟他谍报系统就不是一个套路 对不对 华尔街他觉得我也反对 那我反对我要先挣钱 我挣到他们钱就是我反对的方式 那怎么样挣到他们钱 我跟他们合作才能挣到他们钱 我选军方跟谍报系统文官体系建制都气死了 你们怎么这么搞 你们挣钱用合作的方式来制衡中国吗 所以这个问题 complicated 非常的复杂 然后我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我们总结一下 刚开始说了这个问题 就我们说这个 为什么我觉得拜登赢 一个是底层跟精英的关系 大家力量比是比较平衡的 双方都不能鉴阅对方的地盘 你要守好自己的本分 我们不能说精英重要还是底层重要 底层实际上也是你自动自发的 把权力交给精英阶层 对吧 你崇拜一个蔡徐坤 像我那表妹 蔡徐坤 我都不知道蔡徐坤长啥样 一个年轻的小男孩 对吧 那蔡徐坤的话他买什么东西 这个小女孩就会想要买那个品牌的东西 你是自动自发的上交了权利跟金钱 跟你的眼球 眼神 以及影响力 你全部你自己交给别人了 你怪谁了 对不对 那精英阶层 也有做多端的地方 他就是我刚刚说的好日子过久了 就有可能 你交给我的 那我随便花 他瞎搞 对吧 但是这个东西不好说 我不做深入讨论 前面说过 然后我们这集的重点 其中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到了中美要走向对方 走向对方 其中一点就是 美国现在已经开始说戴口罩了 戴口罩谁做的最好 就中国做的最好 民众接受程度 我在阿克苏的时候 阿克苏过来 阿克苏过来的那个县城 是一个很小的县城 叫库车 前一天傍晚说的要戴口罩 第二天 哪要加加户敲门去说 你就新闻一说 我们又疫情又来了 马上第二天 街上全部一律戴口罩 美国就即将要迎来这个样子 从戴口罩到抗议 到美国的福利政策 到美国很多的国策 都要走向中国 甚至很多的这个贸易地方 还要重新反弹 要跟中国合作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我们要补充的 美国的 也会有大幅的洗牌 比如种族主义者 以及川普他们的身边 一些比较远的这些家层 速导护身上 这个是比较好的利益洗牌 那么这种洗牌方式 是有利于社会进化 跟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的 然后我们最后补充了中国 的复杂情况 这个复杂情况 大家都知道 我说的程度比较中低一点 自己大家脑补一下 怎么样有利于中国社会 怎么样有利于整个国家的发展 怎么样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有效的进步 好 那我们这一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